52岁的张先生神清气爽的与三种放射诊断部主任张维州合影 很难想象2021年他曾被诊断出罹患肝癌 不到半年更一度恶化到晚期 不过在三种医疗团队采用玻璃移90体内放射围求治疗后 不但成功让张先生降旗不再复发 两年半后影像追踪更显示 原本15公分大的肿瘤几乎完全消失 我想我们在做以90在帮张先生做以90的评估之前 他的肝脏的肿瘤大概接近15公分大 然后同时门禁脉的侵犯也达到第三级或第四级 那做完治疗大概半年左右 他的这个肝脏的肿瘤几乎是萎缩了 那我们在做核磁共振的追踪也没有看到这些癌细胞 对那陆陆续续在这两年的追踪当中 他的肿瘤都在影像上都没有看到 那他的肿瘤那个胎儿求蛋白的指数 也都持续稳定的下降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治疗方式副作用极少 让张先生能维持正常生活 当然心理压力是很大 怎么说 真的这样 就是相信医生吧 那时候的心态就是相信医生 然后专心做治疗 就这样 因为你之前已经做过一次核磁 对对对 因为跟1910跟核磁比起来 真的1910其实跟核磁比起来 真的没什么副作用 以我个人的经验 他的生活品质还维持得蛮好的 赵惟舟表示肛癌酸塞治疗方式有三种 包括传统化疗 载药维球治疗 以及体内放射治疗 玻璃已久时 维球治疗就是体内放射治疗 将高放射性的维球注入肝动脉 维球集中在肿瘤维系血管中 净纪律给予肿瘤高辐射剂量 效果持续3到6个月 病患的不舒服感也比较轻微 它是一个体内的放射治疗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计算的是肝癌的辐射剂量 我们要给到足够的辐射剂量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治疗当中 我们没有真正把肝脏的血管酸塞掉 我们是给足够的辐射剂量 所以病人在做完治疗之后 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明显会比传统的酸塞来的轻微非常多 然后也是因为放射剂量的关系 所以他的这个治疗效果可以比较长 大概可以维持3到6个月 那他比较适合的是什么样的病患 事实上有肝癌的病人 我们都可以评估 但因为国内的这个健保制度的关系 所以我们目前在国内可能 一般放射科医师比较能够有的共识 大概就是比较大科的肿瘤 那有门禁脉侵犯的这些肿瘤 那或者是病人可能做完治疗 也许考虑降期之后可以去手术或患肝的病人 不过这种治疗方式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适用 治疗前需要经过仔细评估 主要是希望透过酸塞治疗 让中晚期肝癌患者有机会降期 目前有20%的患者在1910治疗后成功进行手术或患肝 病人在中晚期接受这些医朽词的治疗 我们不敢说他一定会可以达到手术降期的效果 但是因为这些积极的治疗在某一些病人上面 还是会给病人一线希望治疗的希望 因为通常这些病人大概都是在肠胃内科 或者是一般外科医师那边做追踪 那我们是希望说如果有越来越多的患者 他在肿瘤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 有考虑到这个治疗方式的话 其实会大大提升他将来可以手术降期 或者是治愈的这个机会 记者张其滩台北报道